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6月6日 又发生了公共交通事故 这次这个事故可能是报复社会 这是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刚发布的 也就是在6月6号中午 在长沙地铁3号线出口市 又发生了一起面包车恶意撞人事故 目前9人受伤其中1人伤势严重 也就是无差别的 这个报复不确定的社会群体 那就证明心里有气 心里有气呢 他想找到就是报复他恨的人他找不到 他没有这个力量和制度抗 那只有什么走偏 就是非常极端 这是一个应该讲是一种恐怖行为 这是刚发生的事件 上面有一个视频啊 现场是非常惨烈的啊 曾经以前有过好几起 广州有大连有啊 原因都是很复杂的 当然现在还没有办法确定什么原因 具体什么原因 还要等官方的报道 不管怎么样 大体上应该是一起报复社会的案件 这就是挖到根子上 就是习近平搞的向江血债 其实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大政方针呢 还是就是有如果这个体制不变的话啊 不能好 但是假如还是这个体制的话 那应该讲互温那个时代相对来讲 还温和一点 叫和谐社会 虽然和谐社会也是假的啊 但是总是多多少少少给人一点 还给点希望 现在是人们很绝望啊 很失望 失望到绝望 没有虔诚啊 包括很多以前观点很温和的人 我发现现在都变了啊 有些人 我看有些读者以前 比较亲共的啊 偶尔我看在下面留言 有的留言也变了 有些人观点变得很激烈 就和习近平有关系啊 那习近平这十年 这个胡整啊 倒行逆势 把中国搞成了一个活摇筒一样 随时都可能出事啊 说为什么习近平现在 给人感觉不怕美国 总是想调这点事的呢 这是压力承受不了了 他想在国内啊 就矛盾转到海外 你看他这次他命令这军机也好 还是军舰是吧 和美国这个不安全的拦截 目的是什么 他是求战必心切啊 他赶快整出事了 反正是如果这么等下去耗下去 等人民群众起一个推翻 或者被党内党内对立派干下去更惨 还不如就是利用国内这种 多年洗脑 虚假宣传啊 造成老百姓那种 爱国主义 所谓民主主义啊 民主主义情绪 愁美情绪 愁日 这个武统台湾 用这些东西来这个什么来 搞凝蓄力 打他一仗 他这位打仗 反正死的不是他 是炮灰 是这士兵啊 其实他真正打一仗的话 我认为 在目前情况下 他没有胜算的可能啊 我们来看看另外一篇报道啊 这是突发事件 这个还有待进一步查证啊 那么再来看看突发事件 今天看到是这个神州发表一篇评论啊 神州是一位非常有名的军事专家 他的评论很有看头啊 他这里不讲什么 讲着李尚富 李尚富这次在相会上面啊 有相格里拉这个 这个 防务会议上讲话 他其中啊 驳斥美国啊 反驳美国 他对他讲的话 原话是讲 他说 说为什么这些事情都发生在中国领空和领海附近 而不是发生在这个 其他国家的领空和领海附近 好像他站在里上 那么这神州就对这个进行反驳 我估计他插约了大量的资料啊 列决很多事实 他是这样讲 他说中共自以为这样的反问很在理 实际上是不自曝了他的家丑了 气丑 说答案很简单啊 只有中共军机军舰不间断事实 不专业的拦截 其他国家都没有这样做 说过去数年当中啊 中国的军机军舰在南海 东海台湾台海 屡屡做出类似的危险动作啊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都曾指责中共战斗机的危险拦截 李商福试图要讲明 美军及其盟友的军机军舰 不应该在中国沿海附近出现 还称中国的军机和军舰呢 从来都不会到其他领 国家的领空领海附近呢 实施这样的航行霸却行为 好像他站在里上啊 他说这是公园的撒谎 神州指出 他说过去啊 至少在过去两年里 中共军舰已经多次呢 绕行日本本岛了 我记得有一次还和俄罗斯 联手一起绕行对吧 是为了震慑俄罗斯 震慑日本 说中共的航母呢 也至少有三次在日本附近海域演练 所以日本自卫队每次都派军机 军机和军舰啊 出来跟踪 有时呢 这个飞机离得很近 中共公开的图片显示 日本呢 出云号直升机 护卫舰 还有护卫舰呢 在中国辽宁号航母和护卫舰旁边 但没有出现 这个双方就是像现在这种危险动作的情况啊 说是但没有出现 没有突现 没有突然呢 冲到中共军舰的船头进行拦截 而只是就近进行监视 就是反过来呢 等他到人家骚扰了之后 人家国家都没有 对他有过度的行为 是这个意思 日本战机 所排下的中共航母甲板的清洗照片 还应该跟接了中共的歼15战斗机 但没有故意从中共的15战斗机和货舰载直升机的机头前方 突然近距离穿过 人家沈舟讲了一些事实 这些事实都有力的打着这个李尚福的脸 说中共这个轰6轰炸机多次穿越宫古海峡 日本战斗机每一次都跟踪舰四拍下清洗的照片 但同样也没有进行过不专业的拦截 因为这种不专用的拦截很容易引起战争 造成伤亡 如果那样的话 战斗就打响了 这个习近平现在是给我感觉很躁动 那么这篇文章讲 中共的煽动号四月份 首次还远航训练 还曾接近了菲律宾 他讲完日本又讲到菲律宾 举这个例子 他说2021年6月1号 16架中共运输机闯入马来西亚飞航情报区 你看他又骚扰马来西亚 他谁都欺负 说马来西亚空军派出战斗机拦截 中国军机在距离马来西亚西海岸 约60海里的地方折合 期间没有发生不专业的拦截 因为这些国家都很克制 或者是不想和他开战 因为知道他挺霸道 又有钱又牛 对不对 惹不起就躲了 那么这篇文章讲 他说近年来中共的军机屡次进入韩国和日本防空识别区 韩日战机都升空拦截 但没有不专业的动作 这又讲到韩国 你看见没有 日本韩国菲律宾他都骚扰 你看李尚富他不提 他睁眼的说瞎话 说中共国防部长李尚富诡辩透露的实情 不断做出不专业拦截的只有中共军队 说中国军机军舰多是接近过其他国家 但其他国家没有做出不专业拦截的动作 因为那个地方它是一个边界线 是空中的边界线 是应该是公共区域 但是由于是飞机嘛 飞机速度很快啊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打擦片球蹭一下是吧 不很正常 他就是归少叉 说中国国防部李尚富就透露这个事情 李尚富等于自我曝光 中共军队一直表现的像一个另类 美国继续盟友称之不专业 其实在我看他为什么用不专业这词 就现在美国不想打 为什么 我认为美国现在还不到时候 美国现在是什么呢 要寄重精力打俄罗斯 如果让乌克兰支持乌克兰打俄罗斯 如果现在和中共发生冲突了 他担心中共一下一头导向俄罗斯 那对整个局势不利 因为中共 美国他玩得很高 中共也知道 早晚一天他得和美国开干 所以他现在就开始 做出一些不专业的举动 一旦挑起来了 他只好面对 所以习近平在备战这是肯定的 那么这篇文章讲了 李尚富说呢 中共中国军机军舰从来都不会其他国家领空 领海附近实施这样的航行霸权行为 他一方面的撒谎 另一方面是回销思听啊 李尚富想说的应该是美国军机军舰 时常到中国业海附近航行 但中共的军机啊 没有到美国本土航行 中共并非不想做 这个作者讲说不是他不想做 他也想靠近美国 他没有这个局势能力 而是没有这个实力啊 中国军舰应该很想到美国洛杉矶附近转他一转 中共军机暂时还没有这样的奢望 中共只能不断的放气球到美国和加拿大 我觉得他这个点头是实质的 西平恨不得把红旗立刻插上纽约 插上占领了曼哈顿大街 甚至把自由女士让他牵走了 把他的相撞出去 他恨不得这样 他没有这个本事 这个文章讲他说 中共海军正在拼命发展远洋能力 若中共具备到达美国本土附近海域的能力 必然会去美国的东西海岸附近 也就不会再称什么霸权航行了 说目前中共常规军无法投射到美国本土附近 美国却一直有能力投射到中国艳海 因此呢 中共只能称美军在实施航行霸权 这属于典型的吃不到葡萄 是葡萄酸 这个挺形象的 确实这样 说中共军舰到不了美国本土 但接近过阿拉斯加 他举了例子 他说2021年8月底 四艘中国军舰出现在这个阿拉斯加的附近海域 最近距离 距离这个阿流深群岛 46英里 说美国海岸警卫地的两艘航空母舰 巡逻 巡逻舰进行了跟进了 并通过无线电和中国军舰通话了 但美军没有做出不专业的拦截 说中共军舰也接近过夏威夷 说2020年2月 中国军舰到达距离夏威夷1000公里的海域 也就是他们只能这样的水平了 是吧 现在也想近一点 这习近平这个人确实是野心很大的 不是一个小的野心 问题是他是力小而过大 他们有个本事 说2020年的2月17号 美军一架P8A海上巡逻机 在贯岛以西380英里的国际水域上上空飞行 被中共驱逐舰用激光照射了 他说中共军舰不但时常到其他国家复兴海域 在中国沿海以外 也做出许多鲁莽的不专业行动 这就是部队内部肯定开会的 咱们都不能去逗逗他 有啥了不起的 当兵的好多吹牛皮 我接了好多 他们有几个特点 一个是好喝个酒 这个人就是喝了点酒 心情就超泄烦 爱吹牛皮 我老江也是 要是好朋友一起喝点酒精 他也是 这个讲话讲大了 也就是自己觉得行 睡醒了 会想要的觉得可笑 这个人也是一样 部队就特别讲究这个 第二个是部队讲老乡 老乡见老乡 良心乐一旺 你看这个 我去部队采访过 甚至我去黑河 我还去过 那个就是布拉格尾城市科 离很近的 就是黑河 对面是布拉格尾城市科 我曾经到那个 就是到现在我还有照片 我到那个就是 守卫这个 这个边疆的 就是守卫在江边的 那个部队去 我还是喝的 喝的小酒 他们一看我能喝 他们很高兴 那战士们超可爱 我现在想 这是很温馨的小孩 你说那些人他能打啥仗呢 是吧 牵个大牧羊群 那狗物特别高 就站在那个江边 江中间 冬天啊 结冰了 结冰了以后啊 在那个江中间呢 拿一个稿头 刨一个坑 刨一个洞 插一个旗子 那就是边界 也不是很严肃 那时候也没有人往那跑 因为都改革开放 那个地方呢 人都有了钱了 是吧 你看那个北极村 我讲是北极村啊 我到部队是部队 北极村部队 我去采访了 和他们度过了一个晚上 热闹的晚上啊 还喝了几杯 那当时应该是 黑龙江的啊 黑河的领导干嘛陪着我 我现在想陪我那干嘛搞不好 也是安全局的特工啊 反正对我是挺客气的啊 我估计他们可能后来听说 我这个人抓起来了 会感到很惊讶啊 他怎么抓起 那个人哪像特务啊 中共就想给我整个特务 其实我不是啊 我是一个 这么讲吧 挺喜欢休闲旅游那么一个文人 有的时候 难免随意的一点 战士们很喜欢我 我跟战士喝完以后 这个拍照片的时候啊 我右边也搂一个 这边也搂一个 都是战士啊 都是小男孩 我非常喜欢他们啊 他们就是在江边上 那个牵个牧羊群 完了 遭一个洞啊 插个旗 那就是边境了 但是没有人往那边跑啊 那边也没有跑过来的 这边就是北极村啊 北极村特别有意思 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保留这个项目了 有的时候都想 我过去看一看 去了怕中共的整我 要不整我去看看 就是什么呢 小餐馆啊 有若干加小餐馆 都是上海之星开办的 这个餐馆啊 我是非常喜欢 什么 里边所有的酒是免费的 就白酒全是免费 你不要以为那酒免费是 是那酒质量差 你说错 那全是粮食酒 好的很 我跟你讲 质量棒极了 全是那个自己制作的酒啊 然后里边泡的什么呢 泡的路边 这男人要喝人的路边 那就很容易犯臭啊 那撞羊的东西 还有胸胆 还有一些什么中药材啊 就随便喝啊 他给你个大碗啊 全是那个大海碗喝酒啊 喝完这个酒 你就倒就行 他有个小水龙头 泥泥哗 就倒一大碗喝 哪有像这边卖酒 一点小酒 拿嘴米 那就不叫喝酒 咱看都笑话 那水瓶哪行是吧 所以我在那个地方 我记得喝酒和他们 哎呀非常高兴啊 就那个大海碗呢 我这喝他一碗 然后又上那边 再喝他一碗啊 这真好的酒 那是上海知情办的啊 就知情上山下山不是吗 有的回城了 但是啊 还留恋这边 因为他在这边 当年青春岁月 搞了不少女朋友啊 有的都生小孩了啊 他怀念这个地方 所以他们回上海以后 做了生意 还经常过来 就开个小酒店而已 反正是有的是钱 开几个小酒店 那个小酒店呢 花他二三十块钱 十几个菜啊 我记得 就五六块五六块钱一个菜 一大盘菜 什么菜都有啊 哪里呢 有一个野菜就泼泼丁 就是野菜啊 超好吃 这里各位没有啊 我讲就讲远了 我讲战士们 我挺喜欢的战士啊 这篇文章讲他说 这个二零一八年啊 这个二零一八年啊 说是五月 他根本不行 真的 他就瞎忽悠啊 就是导致两名飞行员 眼不轻伤 他以前就欺负人家美军啊 我归他照完以后 回去肯定吹牛皮 那战士不都是 我喝点小酒 哥们多厉害 美国是啥了不起的 美国我跟他照射 眼睛照起来瞎 他都不敢咋地儿 以后咱都一照美国就灭亡了 咱们统治全世界 当兵都是这样是吧 领导一户油 找不到北野的小战士们啊 他自己讲啥他都不知道 我很善于和当兵打交道啊 因为我爸爸就当兵的 我哥当兵 我弟当兵 咱就是军人家庭 所以说我去黑河 那个当兵很欢迎我 因为我那些做派和当兵的一样 真的啊 这篇文章说 他说中共试图否认 但美国公布 历史事件至少有4次 你说谁欺负谁 就老美叫中共国给搞 搞得够惨 你知道吗 所以现在美国有点翻脸了 所以拜登很烈 拜登敲目敲声 他一开在阿拉斯加 这个他的弟兄 这个布林肯 让那个杨介石训得像孙子 习近平肯定狂妄告杨介石 杰驰 你把我的小嘴巴给他读一读 告诉他以后啊 东升西降 十个师都在我们的一边 中华民族即将兴起 这是百年自大变局 我要统治整个世界 这些人当真了 好得训就布林肯 那个时候老拜登 因为还有一只脚在阿富汗没拔出来 那时人气吞声 有点卧行长胆 现在终于是 美国终于是兵力布置都完成了 这个口袋扎上去了 你说现在习近平敢拿小子条 再训美国 不敢了 你美国这些人可以开干了 这篇文章讲啊 中国军队一直试图挑战美军 但尴尬的是 美军可以随时攻击中国大陆的军事设施 你想人家给你的佐世宝 在日本航空母舰 对吧 俄海俄在震海港 人家已经很近了 5到10分钟 我就跟你讲吧 你就知道什么是战争了 还躲到熊啊 你躲哪里 人家给你挖出来 我就跟你讲吧 你干嘛 中共的军事力量 我看有些人跟 还给中共吹牛皮 我还是比较了他们的军队 他有些武器确实是 角质过去是很大的进步 但是说要和美国俩拼一拼 实在是不在一个层次上 真的啊 这篇文章讲 他说 目前日前美国印太司令 直接点名了习近平 向中共亮出了美军的反战 反击战法呀 以进一步阻吓中共领导人的盲目存动 所以李尚富的话 再次印证了中美军力的明显差距 暴露中共军队的弱点 这是一篇文章 我们再来看看 因为这篇文章很长啊 我只是想看要点啊 人家都是军事专家 我完全是照本宣可啊 再来看看肖美勤 美国驻 台湾驻美代表肖美勤 因为现在台湾没有大使馆啊 他就是这个相当大使馆了 对吧 说维护台海和平 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的意见了 他说中国须知啊 说战争啊 并非选项啊 就是中国须知战争非选项 不是他应该选择的 就是肖美勤的观点啊 他说 他也只知道这个 来这个举这个例子 就是在台湾海峡呀 就是美军啊 这个战机遭到拦截这个事儿 他说引起了对周边 台湾周边安全的关注啊 他说中国人民解放 就近年来不断在台海 南中国海迫害国际秩序啊 维护国际秩序啊 维护国际秩序 及台海安全 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的意见了 说为什么现在整个形势变化 就是习近平搞的啊 所以说美军印太司令部 上周发表声明了吗 就指责这个 这件事情啊 这是美国之音报道 他说 此前呢 解放军军警5月26号 在南中国海对一架 美国政察机进行了 不必要的 咄咄逼人的这个动作 你看美国这个媒体 他用这个词啊 官方用这个词 他都是很委婉的 只是说你是不必要的 咄咄逼人的 你看他冷却还是留有个空间 就是没有准备 没有就马上就翻脸啊 就证明美国的确是大家啊 他说这篇文章讲 他说在这个 但是汪文斌星期一讲 说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相有的 航行和飞业自由 他在这里就颠倒事实的 这个 回销试听吧 那么 美国这篇文章讲 就是肖美琴是6月5号 在华盛顿双向园一个媒体查序会当中 就回应这件事啊 他对这个台湾局势声闻和近年来 美中两军在台湾周边的一些 一些近距离的相遇 他表达了深深的担忧啊 因为他毕竟是台湾本 虽然他在美国这个工作啊 对不对 但是他 他是台湾 为台湾老百姓2300万 老百姓感到担忧啊 他呼吁 中共当局呢 认清战争 并非可以选项的事实 就不一定通过战争 他其实他讲的也很委婉 他不过 他应该讲 选举就可以统一了吧 对不对 你又不知道打嘛 说他说在中国人民讲 你多多比的破坏国际秩序的行驶下 确保台海和平稳定 已经是国际社会形成共识了 你想上一次 我记得这个普京 打乌克兰的时候 那个印度 从里莫迪不都讲了吗 现在不是打仗的时候 是一个发展经济 对不对 但是他硬要打你也没有办法 随便文章讲 他说 国际航行自由是现有国际秩序架构下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和原则 解放军近年不断在破坏国际秩序 不仅是在台海地区 在南海地区也一样 我想国际社会有义务维持 来捍卫国际航行自由 以及台海周边的安全 他讲这个实际上讲的 他说他感谢美国近期 在与盟友互动过程当中 就和伙伴们互动当中团结起来 来制衡中共 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维护现状的必要性 据我观察 现在台湾就是维持现状 实际上没有搞什么台独 中共是借这个为借口 在打压台湾 他说这一点也是我们 逐渐看到其他国家有所共鸣 在维护国际秩序 维护台海安全 和平稳定已经成为了 国际主流的一些 我们再次呼吁中共政权 战争不是选项 和平与稳定 有利于整个印太区域 所有利害相关者 大家共同的利益 我们应该在守护区域 得来不易的经济成果的同时 稳住和平稳定 以及国际秩序维护 这是最关键 是关键 那么对于六四 他讲到了 在各地纪念六四这个时候 肖美秦也说呢 中国一直在将自己的意识形态 强加其他国家 甚至在美国进行渗透 对此台湾长期也感动深受 说美国社会近年也感受到了 中共渗透手段的严重性 这是因为什么 中共这个政党他就这样 他以前经常宣称 就是夺取政权 也要靠枪杆子和逼杆子 对吧 巩固政权也是靠这两杆子 那么两杆宣传不就是笔杆子吗 叫大忽悠 舆论铺垫 就洗脑 他一直在想跌覆美国 实际上 他在进行悄悄的阵型 进行啊 我们知道你想上次大选 外界不就指责中共 这个在这里起到一些作用吗 后来是没有查证所失啊 就川普很有一届 明年大选又开始了啊 再看一看他能不能介入美国的大选 但是舆论战他肯定要搞的啊 这篇文章讲 他说我整体的来看啊 民主跟自由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要守护我们的民主跟自由 不止在台湾在美国 我们希望 也希望有一天 中国人民也能跟我们一样 享有这样的这个自由啊 就是我现在可以这样讲吧 我自己感觉我觉得很幸福 幸福是什么 就是你当你温饱解决完之后 人最重要就是自由表达的这个权利啊 你看我现在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现在自媒体对不对 我都不用投稿给这个什么大盘那些媒体 那些媒体以前我都接受过采访哈 我认为所有的媒体都有一定的倾向性 你跟他你接受他采访的话 他就有可能选择你的观点 以便你这个观点接近于他的主题思想 对吧 所以我还不如在这个我自媒体上 我想讲的什么就讲的什么 这多方便呢 讲错了不要紧 那我承认错了 我重新讲就完事了 对不对 我也没有人加罪于我 这是我最幸福的 刚才我做完这个上一个节目以后啊 我吃了点东西啊 喝了一杯红酒我就睡着了 睡着的时候我做梦就梦见 小的时候也不是小的时候 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我今天那时候我慢慢活着啊 就是现在想起来真是特别温馨 就是我给那个有个地理杂志投稿 那个地理杂志啊 我是看了片文章讲说讲到罗布伯 罗布伯是会移动的那个呼 我就写了一首诗啊 现在想起来叫什么诗 就顺口溜吧 哎 他给我发表了 而且那时候发表的时候 刚开始恢复稿费 我记得最清楚 他邮寄了六块钱稿费啊 邮到我家里来 我妈那时候活的 看完我妈都惊呆了 说孩子 你写几个字还能挣钱呢 我妈妈当时高兴了不得 那六块钱在现在看来就是六百块啊 你不要开玩笑 那时候你工资 我大学毕业的工资才是三十多块钱 你就想想吧 那六块钱是多少钱啊 比我妈高兴 这孩子这有出息 你就写字 编几个破字 还能有钱 就讲中国人呢 就可怜呢 没有言论自由啊 更不用讲你获得稿费的权利啊 你要在这里 你随便投稿 你看哪里给你稿费你就投吧 对不对 这里也没有人找你麻烦 关键你自己要自律 你不能因为说这个平台随自己 你看都胡说八道 那不行是吧 你要当官你可以随便批评 左邻右舍呢 隐私你要很好的保护 你看我从来不讲我身边 我接触的人 我从来不讲 要保护个人隐私 你不敢讲他们 你讲 人家找你麻烦也不好 是不是啊 朋友就没有了 我要讲的是什么 你这个国家太伟大了 你看我在这我可以批评特鲁多 但是你在批评的有道理啊 你没有道理也没有用 是不是啊 你看我驾车回来 我看这个大街小巷都插起牌子 又要选举了 听说要选这个多伦多市长啊 其实我挺怀念那个福特大胖的啊 他特别好 但是他这个干这个市长 叫媒体天天给他挑毛病 多伦多新报啊 这个那个报纸就在那个 就在那个湖边办公 那个大楼 那个总编我认识 啊 他他一搞活动就邀请我去 非常可惜 我的语言不行 另外我也没那么多时间啊 和他聊 就是那个报纸啊 老挑着福特毛病 挑着啥毛病啊 现在想起来都觉得 这个这个有点不公平啊 他这个喜欢体足球 他过去是个教练员 足球教练员 他就给一个他原先当那个教练那个学校啊 那个拉了一笔赞助2700加币 他要了一张支票和一个企业 人就说那是腐败啊 给他告到法庭啊 他差点派行 然后他在自己请律师辩护 自己花了六万多的律师费 气坏了也没招 你告他说你不能拉赞助 你官员为什么你能拉赞助 那不就利用之前以前牧师吗 你说这个事要在中国官员 这是好事 你要是当官 你说你能给小学生拉赞助 那你是些爱心 对不对啊 但这里不行啊 这里对腐败是零容忍 所以我说 为什么加拿大的国家太好了 就是司法独立 言论自由 什么都有啊 所以你在这儿 你才知道什么叫人生 可惜我年纪太大了啊 我现在如果有什么随着发明一个方 能锁回去 我又回到童年去了 是吧 我最要能把我妈妈也锁回来 我就有意思了 是吧 从小我在一个言论自由的环境里 你说那多好 可以想讲就可以讲啊 想写就可以写 是吧 可以去劳动工作 找工作 我在超市干也行啊 我现在都很羡慕在超市干的 多好 你说干一个小时 干一个月 下来好几千加币 折合人币多少钱 那也上万了是吧 而且那个东西超便宜啊 你到那个 FoodVC買东西 虽然现在通货膨胀 但又一百块钱 你都吃不完 一大包我跟你讲 什么都有 想吃什么有什么 你说在中国能行吗 我从长这么大 饥饿到度过来 我才知道了啊 当然今天不是讲我 我是讲的 就肖美琴 肖美琴这个话 讲的确实好啊 他说民主跟自由是非常珍贵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都比这个更重要 你看那个 那么多走线的人 来到美国啊 是吧 最近不有一个 有一个吉林 有一个年轻人 是吧 也挺有名的 也是表达言论出事的 好多都逃到美国了 来美国加拿大啊 你和大家一样的 变成一个普通人了 到那天啊 加油站也好 是餐馆也好 还是做什么都行 我跟你讲 你实在不行砍树 你只要你做 我跟你讲 你赚的钱足够 你花年过得太好了 我跟你讲吧 一周你就打三天工 如果你没有什么 更多的欲望 什么像有的人 不得不停的弄耗死啊 其实你住耗死干嘛 那个事多得很啊 收拾那叶子 那个树 整天下忙啥 如果是我不结婚 现在我就 买个 就住小康斗 就住了一切 然后我就把这个节目做好了 每天我就批评共产党 这是我最大的快乐 直到他垮台的那天为止 是吧 现在我看到快垮台了 所以这个小美琴这个观点 讲得太好了 她说不止在台湾 在美国 我们也希望有一天 中国人民能和我们一样 享有自由 所以我每天坐在这 为什么这么 赤字以求 我就想 中国有一天变了 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像我老家这样啊 在后院里 这个就可以讲一讲 对吧 那这个社会才是正常的 是吧 为什么习近平搞到今天的地步 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左右他的权利 就任凭他一路这么整个权 直到最后啊 和美国发生碰撞 现在这一天即将到来了啊 在美国等七大国外国的这个 这个加莱对他的打击下啊 很可能他的政权就垮掉了 这一天 这一天我希望他到来 但是吧 肯定有些人 中国老百姓付出代价 所以为什么我又不希望他发生 很矛盾呢 原因就在这里啊 咱们希望中国能够 像刘晓波期待的 和平理性的非暴力转型 但是就那么容易嘛 是不是啊 有些事我们一厢情愿啊 该来的肯定会来 因为习近平给我的感觉太狂妄了 真的太尴尬了 所以一直把今天搞成这个地步了 就中美啊 完全有可能发生军事重火啊 导致什么整个世界形势的巨变 而将来诞生的一个新的中国 一定是什么 是一个三权分立的 司法独立 言论自由的中国 每个中国人都享有自由表达的权利啊 好 谢谢 再见